秀 我是你们的狗儿 提到洗脸衣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Luna 但是对于我们学生党跟吃土党来说 价格偏高不划死丸 那怎么办呢 徒手又不能把脸洗得很干净 评价洗脸衣觉得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只买对的 不买贵的 整国贝林贝尔电动洁面仪43 它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柠檬的形状 很小清新 刷头陌生的也挺舒服的 不要怕它只有那么小一个 它有专门洗气区的粗力刷头 而且它这个粗出来的刷头 它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清洁鼻液的位置 缺点就是它只有一个档位 不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调节 而且它是内置电池 不可以充电也不可以更换电池 但是便宜了 美国ASO定动灰胶洁面仪88 它这个跟Luna长得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像 就是Luna是个大胖子 然后她是个小瘦子 它这个洁面前后都有刷头 分了三个部分 它上方这个刷头就是清洁鼻液 剃躯 下方就是脸部 额头 那背面这一整块很粗的 就是进行深度清洁的地方 它一共五个档 你要清一下 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五档 然后震感会越来越强 我们清洁每个部位 到时间的时候 它就会嘟嘟嘟嘟正一下 然后提醒你 慢慢再也不用担心我洗脸过度了 就我现在把它开解 它到30秒 它会亮 它会亮一下 不知道明不明显 唯一不足呢 就是它这里只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要关的时候 这样一二三四五 按五下之后 就把每个档都经历过人 它才给关掉 而且这个按钮我总觉得按多了 它就会坏掉 NBR小黄赛 去黑头电送洁面169 这个拿到之后 着实惊呆了 几十块钱竟然分了12个档 那我们日常清洁的时候 就有开机档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可以看一下 跟Luna一样 就是可以加 可以剪 然后倾向的就是开机关机 它的体积呢 比之前的两个都大一些 同样都是前面后面都有刷头 它的味道呢也很小 但是它的震感就是太大了 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说 就是洗完脸之后 脸上感觉有点麻麻的 总的来说呢 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清洁力度也比较好 最后一个 小飞向微胶洗脸仪39 看着眼不眼熟 就是什么无形样素 喊喊喊 他们推荐的平价洗脸仪 它长的就是一个弹羊 非常小 出去旅游带的简直 不要太方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上面也有刷脸部的 然后刷黑头的 它的正感跟Luna的非常像 而且在清洁一些部位的时候 这样子椭圆的形状 会更加好清洁一点 不过呢 它的电池也是一次性的 用完之后呢 就扔掉了 一个大概只可以用三到四个月 不过也就四十块钱 看到一个月呢 就十块钱 那你每天洗脸呢 就花几毛钱 相对于Luna来说 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它们的清洁效果 都完全不输大牌 总之呢 截面衣我们最好 一周用两到三次 用了太多呢 会破坏我们的脚注层 而且痘痘机 千万不要用洗脸衣 否则你 一定会哭的 我是狗儿 那个专注于你的 美妆博主 香香香